玻璃市禁堵令势在必行 尽管国内几家博彩公司上星期四 派代表到郊央市议会提成诉求信 要求撤回不再更新投注站营运执照的决定 然而玻璃市州大臣莫尔莫·苏克里表示 不会收回成命 因为州政府已经给予博彩业者充足的时间 另寻出落 苏克里表示 不更新执照的通知公函 早在今年四月已经发给州内六家博彩业者 相关投注站的营业执照将在今年七月 八月至明年三月陆续到期 博彩业者和员工有充足的时间转行 或是找新工作 苏克里对新海峡时报表示 州政府将在近期与华团领袖对话 讲解州政府不更新博彩执照的政策 另外针对有人批评 禁堵令将会助长州内非法赌博活动 苏克里表示 取缔非法赌博不是州政府的责任 但他们会揪出涉及者 并且杜绝非法赌博活动 以后会发生了一些责任的责任 在这里的责任 事件中的责任 发生了一种责任 责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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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